昨天我从老家摘了黄瓜 有人说看得像白萝卜 这一看确实很像 这个个头真大 我看这一个有多重 撑一下看看 两个是2.65公斤 一个就是合着两斤六两差不多 就这个分量如果搭架子的话 怕是要从藤上掉下来 因为这个藤很细 如果搭架子还得用网兜 把它兜起来长 那呀太麻烦了 还不如跟东南西北瓜一样 它在地上长是比较合适的 好了今天我来做一碗 酸辣口味的黄瓜吧 昨天我说酸辣口味的比较好吃 先把它削一下皮 然后切开 稍微有点切歪了 不要紧不要紧 把它掰开 有纸的它不是萝卜 它确实是黄瓜 这个瓜然和纸没有什么味道 咱们有嫂子把它去除 然后洗一洗再刀一刀 都刀成这个字母塞字形 这个黄瓜分量可真多呀 半个集中了满满一盘子 那我就只弄半个好了 再切一点辣椒和蒜 材料都准备好 最后咱们就起锅烧油 少放一点色烤油 我再加一坨猪油在里面 因为我没有打算加肉 所以来一坨猪油 增加一点荤腥 油热了就放入干辣椒 蒜 还有青椒 这个火好大呀 再来一点剁椒 这个剁椒是我上次弄鱼头之后 一直没有用过了 随便给它加一点加点 再倒入黄瓜 巴拉巴拉炒几下子 咱们就给它加盐 稍微倒多了一点 好好泼掉一点 泼掉一点 要不然太咸了 这一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把它炒一样 时间稍微久一点 咱们加快一点进度 呀呀呀呀呀呀 OK 给它加一点 难得 继续翻炒 把这个调料翻均匀一些 然后这个水分也可以炒干一点 差不多就放醋 醋的分量可以多来一点 就让这个酸味冲向口腔 鼻腔和脑腔 实现三腔共鸣 好了 我来尝一块看看 酸辣脆爽 一个字 好吃 咱们起锅 神起来神起来 其实我以前炒这个黄瓜的话 就只放盐 那种就是清甜的口感 跟这个比起来 算是各有千秋吧 那我今天做的这个 酸辣炒黄瓜 你们觉得怎么样了 家人们 嗯